好 那第一道菜就是我们今天的 栗子黄焖鸡 那我们就是运用我们台湾在地的一个 嘉义这边种的一个栗子 好 我们来跟我们台湾的鸡 我们来做一个上海市手法的一个料理 我们只要有新鲜的食材 简单的调味料 我今天就准备了这四个而已 好 大家可以看到酱油 黄酒跟糖 再来就是一点点胡椒粉 但是大师兄啊 我请问一下 就是说你看用这么简单的这个调味料 还有这么简单的食材 可以做出这个五星级 还有那种像那种豪门的这个料理 像我们在年轻剧里面看的 是这样子的一个料理呢 到底它要注重哪方面 譬如说火猴啦 火猴 火猴 火猴非常重要 还真的说中了 火猴很重要 火猴 那这就是刀工 其实刀工是可以影响火猴的 是喔 对 我们常常在讲 有时候你的刀工切的太大 那可是你的火猴没有控制好 这个东西 味道出不来 出不来 然后也不容易熟 那甚至有可能 外面好了 可是里面是生的 也有可能 或者甚至外面焦了 香味根本没出来 对 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就要特别的去注意 好 那我们把姜把它切起来 然后再我们今天放了一点点香菇去提它的味道 因为栗子本身它有一个味道 但是它没有香气 是 它有甜味 它有甜味 因为它含豐富的淀粉质 好 那所以我们放了一点香菇去代替它的味道 好 不过老师我还有一个这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 讲到这个栗子 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跟我一样 尤其像在美国 有时候你说要买到这种剥好的这种栗子 是 也不简单 不容易 那常常我们在所谓的韩国的超市 或日本超市 对 我们看到的都是那个带壳的栗子 带壳的 因为它为了要保持新鲜 对啊 结果有一次我也是 哇 我非常兴奋的去买这个带壳 我觉得好新鲜啊 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吗 我光是要把里面那个薄膜弄掉 我就想说 我接下来三年我都不敢再剥栗子了 看韩剧里面再剥栗子好像很简单 是 有没有什么优优啊 教一下观众朋友 基本上我们那个栗子买回来 我们先看它新不新鲜 是 其实那个虽然它有一层薄膜 可是还是有些它冰很久了 大部分它外面会有一层薄膜以外 还有一些细微的鲜毛在外面 如果那个毛还在代表是这个 还是很新鲜的 如果那个毛不再都脱了 这个甚至已经有点干了 这个栗子可能冰很久了 这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买回来之后 我们把那个薄膜洗掉之后 麻烦你家里都有烤箱 我们用烤箱大概一百三十度到一百四十度 放在烤箱把它外皮烤稍微烤干之后 烤脆之后再来剥就很容易 原来这么容易的方法 你知道吗 人家说什么要泡热水啦 搞了半天 我觉得吃那个栗子的时候 我太感恩了 我觉得真的是 花了很多的心思 真的叫做搞缸 搞缸 后宫 对 后宫 好 来 我们一样把我们今天的这个 葱姜 葱姜下去来爆香 刚刚大家可能有注意到 老师在做这个姜片的时候 其实姜的皮已经都没有用到了 对 尽量 因为姜它本身比较燥热的部分 是在于它的皮的部分 那除非就是今天 在很寒冷的冬天或者是我们需要 要做麻油漆 对 我们会把皮留下来 是 让增加它的一个更浓郁的香气 那假如说我们只是要烧菜 或者是做一些凉拌的料理 我几乎都会把皮去掉 所以大家有注意到啊 就是说这么顶级的料理 其实在处理食材的时候 有些很小的这个 撇步那个运动 大家要小心一点 对 好 那我们把我们今天的 准备的这鸡腿 我们今天用是鸡腿肉 是 把它放下来 那观众朋友在家里面没有鸡肉 也可以用猪肉也可以 但猪肉可能我们就会用棉花肉来做 老师你怎么知道我要问什么问题啊 我刚才就想说 用猪肉来代替的话 到底要用哪一个部分的肉来代替 对 跟今天我们的料理会比较搭呢 对 比较搭 对 其实料理是这样 你学会一个手法之后 我们把它融会贯通 用当季的食材 好 我们把食材大家可以看到 大概干煸之后呢 主要是把它的甜味把它封锁住 为什么我不用像饭店餐厅的手法去炸它 是因为我希望说就用这个简单的方式 还有一点点稀的油 让它也融入这里面 然后来我们加一点点的酒 好 那我们今天用选用的就是黄酒 好 然后再来一点点的酱油 酱油大概 比今天的量大概三大匙左右 对 老师是不是烧这个上海菜 都是用这个黄酒来代替 像我们一般台湾人就喜欢用黄酒嘛 对 还是说也会根据不一样的情况 来用这些酒呢 酒 大部分我们在烧红烧类的 我们会希望说用就是所谓的 黄酒 因为黄酒在烧菜的过程当中 它比较有它的一个 它的香气 感觉比较 对 就是很温厚的感觉 对 你包含就是我们在秋天吃大闸蟹的时候 我们也很习惯性的 用黄酒 喝个温个黄酒 然后吃完大闸蟹去寒嘛 来温一下喝个黄酒的感觉 也很棒 对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水倒进来 老师 像我想很多家庭主妇可能会跟我一样 觉得这个泡香菇的水也很好 为什么老师会拿水 而不是用香菇水啊 香菇水我一般来讲是煮汤的时候 我才把它放进去 所以它这个就不是丢掉了对不对 就是煮汤的时候可能呢 把这个黏刚刚去掉的这个梗 也会一起下去 对对对 一起熬汤 OK所以家庭主妇放心了 老师说这个没有要丢掉 好那今天呢我们的 刚刚我们的男主角进来了 还好刚刚那个是女主角 刚刚是男主角 我们的肌肉 那现在我们的女主角 这个才是女主角 对我们今天女主角是我们的栗子 那栗子大家可以看到 为什么我已经稍微有稍微 把它蒸熟一点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放了我们一点点的 酱油跟黑糖或红糖去蒸 蒸能让它有点熟度的时候 我们再来去烧这个鸡 如果你是完全生的下去烧 时间上会稍微拖的长一点 因为这两个熟成不行 而且都不太入味啊 对不会很入味 所以会建议就是说 我们先把它做初步的整理 那家里如果有电锅或者焖烧锅 都可以把它稍微焖煮熟 我这个栗子都剥好了之后呢 我就放...你说酱油 对 还有糖 要不要放醋呢 不用 就酱油跟糖就好了 两个一比一的比例 你多少酱油就多少糖 但不要放太多会太咸 我还以为放醋可以让它软化 不用 不用是 好 就盖过它然后拿去蒸 蒸熟 蒸熟之后我们就来烧这个鸡 这个鸡 我们先把它放在旁边先熬 好 给我一个小汤子 我尝一下味道 好 很满意 很棒 一次就到位了 好 我们大概收汁 收了差不多一段时间之后 我需要一点点的太白粉水 是 你看我就马上知道了 谢谢 就赶快帮我们大师兄 倒一个水 那我们这太白粉水主要的用意 是在于就是 我需要巴一点点的汁在上面 让它待会烧起来 看起来我们盛盘的时候 有油亮油亮的感觉 是 好 好 大概巴一点点的汁粉在上面 不要太多 这个就是所谓的你看书呢 会写说琉璃芡 什么叫琉璃芡 就薄薄的一层就好了 对 好 最后的时候啊 我们就是把刚刚的黄酒 我们再来一点点 我们直接倒下来 嗯 家里没有黄酒用绍兴也可以 好 用绍兴 这个时候用米酒就不搭 对 没有那个味 没有那个香气出来 嗯 就变成台菜了 对 然后滴一点香油 好 好 这个时候香油很重要 我们就可以盛盘了 嗯 就可以盛盘了 那我们有一点香菜 好 来点香一下 是 好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栗子 防问机 对 试看 应该是拿汤匙啦 对 我挖旁边好了 对 哪有人这样 我吃了他也要吃 他不是很有信心吗 因为他实在也自己太欣赏 自己的东西了 真的很好吃耶 不是只有栗子的甜味 对 还有一点黄酒的香气 对 那 那主要还有我们放的香菇 所以有香菇的味道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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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